那么这节课扫扫尾,把这个图简单给大家说说,然后就讲更神奇的,这套图呢,你要需要的话,也可以私信,咱们都有授。 十二掌声说了,那么十二掌声怎么运用,他首先说他的旺跟衰,这个掌声刚一升下来,一定是元气满满,这个手是最旺的,不叫最旺,最旺在这个地旺,但是随之而后的那是衰,但是那是后话。 这个灵官也是旺,虚实在发,准备大展拳脚,那么还有一个旺呢,就是在这个墓,虽说是墓,也是保佑好几代,是吧,这个墓如果是旺气一下冲出来的话,那是非常厉害的,但是平时它是沉寂的土的位置,就是沉寻丑位。 这个十二掌声也是十二地支的一个延伸,那么说稍微弱一点的状态呢,当然它跟十二地支不是完全对应的,这个顺序,但是整个的这个下来是对应的,但我们理解的它的旺衰是不太一样的。 这个墓浴就是最弱的其中之一,那是刚洗完澡还是小孩子的阶段,是吧,最容易感冒,然后衰实际上它还不是最弱的,到病死这就比较弱了,这就三个了,再加上绝,那这个更弱是吧,那就四个。 那我们说冠胎,它就是一个中间胎,然后衰呢,不要看衰,但是刚刚经过帝旺,衰也没有那么快,然后阳,这也是属于中间胎,这就三个。 你可以加上胎,这就四个,当然有人说胎是弱啊,那你这个弱的话呢,三等分,这个病,你就要归为这个中间胎了。 总之,你也可以说三个五个分,看你怎么运用,大概就是这个样子。 还有呢,我们前面说了这个,看到这个叫绍阴,实际上这个图案呢,叫绍阳。 我们这个平时传了,甚至几千年都传错了,为什么呢? 你看这个先天八卦,从后天八卦上不太好照原因,这个先天八卦,从这儿,水,到这儿,变成这个木,火,金,然后这样转过来。 那么这个气是从下往上升的,那你看到这个正卦,我们看这个下两个卦,因为再画一个摇就是八卦了嘛。 你看这个是不是,按道理,这应该是绍阳了,它反而是,叫绍阴,这个图也是错的,唯独这错了这一个。 然后其他的,就是变老阳,好像我们前面可以说过,在这儿这个图,大家看得更清楚一点。 然后烧阴,这才是烧阴,然后老阴,这样下来。 还有一个不一样的,大家要有其注意啊,这个八卦你说,我们这样排是对的吗? 这个太极图,你看到了,是这样的位置,这个钱一定是纯阳的,整个这个钱的位置下来都是阳。 那么相对于这个,下来都是阴。 那么到了这个阴升一阳的时候,你会发现这个阳在上头。 这个是阵挂呀,然后后边更多的是阴。 那你实际上这个八卦,我们都搞反了。 应该是这样,从内向外的。 这样才对,这个太极点的中间,以万物的中心为太极。 我们都是用错了,都是以外观内,而实际上是以内生外。 这几个跟大家强调一下。 有什么疑虑大家几时说?